这一次慈善晚宴上来了不少的女明星,从一线到流量花旦,每一个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,恨不得成为全场的焦点。 他们之所以这么努力,一来是为了在之后的通稿上不被其他的女明星咽压。 二来,像是这种名流聚会,一般会有很多有钱有权的男人,他们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多结交一些在事业上能够帮得上忙的贵人。 所以,女明星出席这种场合,都是攒足了劲儿,熬造型,力求自己能够艳压群芳,成为人群之中最耀眼的那一个。 赤恩恩今天穿的礼服裙非常的低调,她本人也没有过多的化妆做造型,在一众参加宴会的女人中显得格外的不起眼。 正是因为这样,才会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,要不然,就凭着之前婚礼的热度,都会有不少人跑来要跟她搭讪的。 赤恩恩也乐得自在,自己找了一个相对人少的角落,夹了一个抹茶蛋糕,吃了起来。 本来她只要安安静静地在角落里吃一个蛋糕,喝一会儿水,全东庭和静南谈完生意了,她就可以走了。 却是没想到,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。 赤恩恩看到了一个她没有想到的人,出现在了宴会的场合。 出现在人群之中的人,和她的低调截然相反,一袭金色露背长裙,美艳绝伦。 特别是那条裙子,正好是今年的最新款,这种修长压轴款的裙子,一向是有价无市,就这么穿在她的身上,想让人不注意都难。 但是赤恩恩注意她,不是因为这一条昂贵的裙子,而是她的脸和气质。 她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,她总觉得那张脸让她特别的别扭。 就在她拧起眉头沉思的时候,那个人也发现了她。 那人先是背脊一僵,透出了几分敌意和厌恶,随即脸上就扬起了笑容。 跟身边几个女明星寒暄之后,摆脱了几个人,提着裙摆,眉目飞扬地朝着赤恩恩走来。 恩恩? 转眼,她就走到了赤恩恩的面前,停了下来,站定了。 她走近之后,更能够让人看清楚她的长相了。 赤恩恩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违和感,也变得越发地明显了。 她皱着眉头,盯着面前的那张脸看。 灵奈非常地不喜欢她看自己的目光,眼底闪过了一丝不耐烦,但是比起不耐烦,她的眼睛里更多的是对赤恩恩的探究。 她率先仰起了嘴角,跟赤恩恩打招呼。 哼,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了,真的是太巧了。 赤恩恩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了,在她的身上搜寻了几秒,没有说话。 比起她上一次看到林奈,短短一个多月,林奈身上的变化惊人。 除了长相变了之外,气质也跟着变了。 不只是这样,林奈好像还变得更加地自信了。 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她总觉得林奈在看她的目光特别地意味深长。 那种意味深长的目光,背后还隐藏着几分洋洋得意。 她不知道林奈在得意什么,她的直觉告诉她她现在最好先不说话,先看看林奈过来想要找她干什么。 果然,赤恩恩表现得冷漠不搭理之后,林奈脸上的表情有一刹那的差点没绷住。 紧接着,她露出了一个笑容,忽然关心地问。 恩恩,我看到了网上的新闻了。 听说你在度蜜月的时候遇到了一点意外,导致你这里…… 她摸了摸自己的喉咙,明明幸灾乐祸,却还是要装出虚伪的怜悯道。 受了一点伤,你没事吧? 赤恩恩没有接话,只是猝了一下眉头。 林奈只是在洋洋得意网上的新闻吗?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,不止是这样。 恩恩,你该不会真的说不出话来了吧? 林奈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她的回答, 在观察赤恩恩的反应,越看越觉得赤恩恩的嗓子是真的毁了。 她快高兴地跳起来了,还要强压着自己的兴奋,故作伤心地说。 哎呀,真的说不出话来了呀,怎么会这样啊?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 她摇摇嘴唇,虚情假意地说。 嗯,我认识一个医生,在这方面好像还不错,要不我介绍给你吧? 你还这么年轻,就说不出话来了,那可怎么办呢? 她巴不得赤恩恩一辈子都治不好,变成一个哑巴呢。 丽家不可能要一个哑巴总裁夫人,只要赤恩恩变成哑巴,离婚是迟早的事,到时候不管赤恩恩的家事有多好都没有用。 所以说,人这个东西啊,命很重要。 赤恩恩得意了那么久,该倒霉了。 她才不会介绍什么医生给她呢,不过就是随便说说而已。 当然了,要是赤恩恩真的要让她介绍,那也无所谓,她随便找一个垃圾医生给赤恩恩恩,最好是把赤恩恩的嗓子彻底地毁了。 林乃见她像是真的说不出话来的样子,心情无比地好。 看赤恩恩的眼神也变得居高临下了起来,用无比惋惜的语气,仿佛漫不经心地说, 嗯,怪不得厉总这两天心情不好呢,原来是因为网上的新闻都是真的。 唉。 赤恩恩肃然就眯起了眼睛,神色冷了下来。 林乃什么意思? 丽北觉这几天跟她在一起? 林乃好像是才看到赤恩恩的表情似的,马上捂住了嘴巴,一副尴尬的样子。 赤恩恩恩又没有问她,她自己白莲花地解释了起来。 哎呀,我不是那个意思啊,我没有说这两天立总和我在一起。 嗯嗯,你不要想太多了啊,我只是说立总这两天心情不大好,我没有别的意思,我只是关心你。 她顿了顿,用无辜又天真的语气说,毕竟呢,立太太可不能是一个哑巴,一时哑巴还好,要是时间久了,难免…… 她这话简直说的是狠毒。 如果赤恩恩真的失声了,那她这话等于是挖开了赤恩恩的伤口,在伤口上狠狠地踩了两脚。 恩恩,我知道你最近压力比较大,你放心,我会帮你好好地劝劝立总的,你也不要想太多了。 后面这句的意思等同于是告诉赤恩恩,这几天立北觉就是跟她在一起, 而且,两个人的关系还不一般。 其实啊,立总还是很关心你的,像我身上穿的这条裙子,本来立总是要买给你的, 后面可能是想到你的嗓子不大适合陪着她出席活动了,怕你的心里压力大,才把这条裙子送给我的。 她说完,又像是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的,忙补救。